能先跟我们回溯一下两位 是怎么形成这个合作的吗 就是我的第一志愿是韩老师 因为这一期正好 就是男女跨队合作 那必须跟韩老师合作一次 可以跟韩老师多学东西吗 韩老师呢 韩老师是想想想做的 我不用多说了 我这节目里我很喜欢他的 我从来没有那个吝啬过 对他的表扬 谢谢韩老师 我觉得他特别聪明又很乖 所以观众其实是看到两位要合作的话 我觉得我相信会非常的惊喜 所以小宋先问问你 你第一次听过的韩老师的歌是什么 你对韩老师什么意思 天亮了 第一首 天亮了 那应该他还很小 对 我很小 那听说家里人知道你的韩老师 韩老师还挺好 我妈特别喜欢韩老师 是吗 有没有给你什么嘱托 嘱托 要跟韩老师签名 你是告诉他们了是吧 对啊 告诉他们 韩老师签名给吧 那必须的呀 韩老师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这首歌是以谁的名字发行的吗 然后这个歌讲的是个什么内容 谁的名字发行 以3XL的名字发行 没有用韩红 但是词曲是韩红 但是说唱的 rap的词又回到了3XL 那这一次为了 声声不息这个舞台演唱忏悔书 有这么几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呢 我觉得我希望通过这个节目 能够传递给世人 对环保的一个概念 再有一个呢 就是我参加声声不息 已经接近尾声了 我还没有亮过像 我自己以3XL的身份亮相 听说小宋 在这首歌的学习过程中 也是遇到了一些困难 有没有请教一下韩老师 是呢 就是之前我们 就是我怕就是上台紧张 或者演的不好 所以我就跟韩老师商量 就是我们一起磨个棚 我还从来没磨过棚 我也从来没磨过棚 从来没有 就是说要到棚里去练习 我从来没磨过棚 我家小孩第一次提出这个要求 我想还是去吧 这个小孩真的 这次的节目就是感觉 还真是蛮喜欢这个孩子的 谢谢 他有点低哦 桌上 我跟你说你这样 我用一个外接的话筒 把我上面标韩字的 我把它唱了 我就在外面帮你搭 然后你进啊 因为刚才你已经唱错旋律了 OK 五 六 七 八 明亮 暗淡 白光 桌上 吻合 凶寒 夜满的 广场 走了 米火 骨吹 咦 来 再来 再来 米火 好 米火 骨吹 骨吹 咦 咦 骨吹 骨吹 鸡汤的家乡 OK OK 好来 好 米火 骨吹 鸡汤的家乡 nice 像纸面具 被吊大的夕阳 好 刚才呢 被吊大的夕阳 有点偏高了 ok 好 再来一下 五六七八 迷惑鼓吹鸡汤的家乡 像纸面具 被吊大的夕阳 蒸汽 就他很聪明的 嗓子也很好听 现在就是还不太敢唱 我觉得慢慢学一学就好了 好的 就对这个 ok 来了 非常好啊 非常好 特别棒 在他 好 冷漠着 无情着 伤害着 在梦里进入膨胀的像这其就一样顽皮 让你的梦纷飞而落地 yeah 哎呀 我怎么能不喜欢你呢 我聪明的孩儿 他现在那段说唱他都拿下来了 那么其实说唱对他不难 他毕竟说过 上回书这个舞台和这个作品 对苏尔轩来说是一次飞跃 对我负责任的说是一次飞跃 我我觉得就是 呃 我尽力把这个作品演绎好就行 对 宣宝还是宝 宣宝 宣宝真的很可爱 特别可爱 哈哈 宣哥也行 别宣哥了 太好玩了他 好嘞 好嘞 辛苦了 辛苦了